喂 但那不 Wonderful 太小人 她自个儿会分享的 卡拉哥的小伙伴 大家好我是哲哥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走 今天我们要吃龙虾 我真是不敢猫 猫 猫他们 所以我准备了手套 别动啊 别动啊 你要咬我一会我就吃你 我拉死你我 这个就是波士顿龙虾 不是我 啊 快啊 他笑人 他自个会翻身的 这个呢是澳洲龙虾 太笑人了我不做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还是决定吃素了 出 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这期视频 做的确实是 虚汗一直出 需要点点赞的力量 我没有在暗示 我没有在暗示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波士顿龙虾跟澳洲龙虾的区别 首先从这个外观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波士顿龙虾有两个非常大的钱 而这个澳洲龙虾它没有钱 这两种是我们家领导 在一个海经店打折的时候买到的 这两只澳洲的 一共花了165 而这一只波士顿 花了80 花到这种价钱可以买到 可以买到这种活的海鲜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波士顿龙虾呢 整体都非常的大 大头大身子 而这个澳洲龙虾呢 头比较大 身子明显的比较小一些 这两种龙虾 从外观来说 很好很好分辨 就是不知道口感和味道 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 嘿嘿嘿嘿 不让你们动 不让你们动我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既然是吃他们 现在我就送他们上路 我真是不敢 太吓人了 他一动我就不敢 对不起了 没办法 你不死就是我死 今天我只有送你上路了 我给你个痛快的 放心 我太难了 多为一个生活在海边的天津人 我决定换一种吃法 直接清招 让温度杀死他们 来吧兄弟 送你进棺材 帮你盖棺材 请你们夫妻二人 进棺材 啊 太厉害了 朋友 我要盖棺了 再见 让我为你们 做最后一次服务 开火 送他们上路 现在让我们 开棺材 不 开盖 已经红了 灯魂啊 刚才你不是吓唬我了吗 啊 下面就让我们尝尝 这两种龙虾的味道 先来一个澳洲的龙虾 看 还自个尿尿了 这澳洲龙虾其实看起来个儿挺大 但是这个头占了很大的份了 这个身子掰下来没有多少 蘸一下料 我先尝一尝 和普通的我们吃的那种虾 没有很大的区别口感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整个这个虾尾 只比我们吃那种普通的虾呢 稍微多了一丁丁一点韧劲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虾 里边的构灶 扒开这个壳里边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肉啊 应该是 还有一大块肉 这里边确实肉不小啊 这都是肉 看到了吗 这个虾黄 我一直认为呢 像这种龙虾呢 都需要有一些调料来做 才会更加好吃 没想到这种清蒸呢 也是非常不测的选择 这个腿里也是有一 有一小块肉啊 说实话 这个头里的肉呢 要比这个虾尾的肉有味道 有很深的海鲜的味道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吃这只 波士顿的龙虾了 死了之后我就敢摸了 其实这两只龙虾呢 各楼道差不多 手感反倒是这只 澳洲的比较重一些 我从中间剪一下 这个波士顿龙虾 剪开的那一下呢 一股扑鼻的虾的味道 哇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这个虾子 味道很像我们吃的大扎蟹那个蟹环 给你看一下剪开之后的侧面 看这蟹环 虾的味道更重一些 而且这个波士顿的龙虾呢 这个肉质呢 要比澳洲龙虾更嫩 甚至用我的话来说 有一点不好嚼了 哇 那个肉质那个紧致 特别特别紧 但是随时而来的虾的味道 也比这个澳洲龙虾的更重一些 我们来一个这个波士顿的大蟹爪看看 这个是从这里挑出来的肉 说实话 这个钳子的肉呢 要比这个蟹尾的肉呢 要嫩上许多 例如海鲜的味 在你的牙齿之间 来回的乱串 哇 哇 看这里 全是蟹环 一整根的 就这个东西 是从这到这 全是一整根的 给你们看看 这个虾虾 虾环 非常非常的磁势 以至于你咽下去的时候 都有一种能捏住你的感觉 依然是能捏出肉的 波士顿龙虾呢 要比澳洲龙虾的肉呢 更加紧致 紧致到有一种 我感觉好像不好嚼的感觉 但是波士顿龙虾虾头里的东西呢 要比澳洲龙虾虾头里的东西 丰富的多的多 爱吃那种你们自个儿选 反正也不是我花钱 搞你 两种虾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要是我 我会选择波士顿龙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哲哥的视频 万万你点赞观众还有收藏 拜拜 い 啊